大家好啊 澳洲阿德莱德这个 Fanti奶茶店老板啊 今天终于那个露面了 给他首次的回应 以前那个 虽然网上传的沸沸扬扬 但是一直没有 发声 没有回答 那么奶茶店 店老板的认为呢 这个网上传的视频呢 有引导性 感觉说是个陷阱 是他们在引导的当时这个 这个女生房呢 是故意引导争吵 引导事情激化 这样传到网上 舆论导向对他们有利 那么阿德莱德 Fanti奶茶店的事件呢 已经持续发酵了有一段事件了 而且最近有两起现场民众 抗议示威后呢 这个奶茶店店主呢 终于说话了 他找到了这个 YouTube博主 叫这个悉尼奶爸 悉尼Daddy 对这个奶 要求呢 主动进行采访 这是 注意啊 这是主动 他主动提出来的 而不是悉尼奶爸去找到他 您来接受我的采访 您经过律师同意了吗 说实话没有 你是瞒着你的律师来的吗 我跟他简单提过一下 他的意见是 他说是建议不要 所以说呢 那么就有个疑问 据这个奶茶店店主说呢 他的律师 并不希望他发声 并不希望他说 就是说你说这个事情啊 你最好是不要吱声 慢慢慢慢就过去了 随着时间呢 那推移慢慢慢慢这个事情的热度 可能就下去了 网上经常传吧 任何一个事情 这个热度啊 可能七天之后就过去了 说你要是露面了 回答了 那么你言多必识 那个多说多错嘛 可能哪句话就被人抓住了 就会误解了 那么误读哈 那么这个奶茶店店主 为什么还要接受采访呢 他呢既然他心里明白 那为什么还要接受采访 那实际上这个奶茶店里 动手的事件 和这个奶茶店店主的关系 就是动手这个这个动作 他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这是应该这个动手 应该是个突发事业 换句说是个奶茶的店的店主 他也没有想到 换句说不是事先计划好的 那个当时那个穿黑衣的那个 乃士突然就走上来了哈 而且突然就动了手 没有这个什么 而且那个女生本身也感到非常的突然 那么今天这个 从这个采访这个第一个视频来看呢 前一段是道歉 后一段是还原 那么说可能被人算了 那么观点是啥呢 说这个和这个女生啊 来的那个穿白衣的男生 当天的这个女生 他们那一方是就来了四个人 嗯 两个女生两个男生 嗯 一个穿白衣上的男生 一个穿黑衣上的男生 那个白衣上的男生 他说一直在录像 说这个 这个确实是可能视频上可以看到这个男生 确实是一直在录像 即使最后争吵的过程中 他也一直在录像 那么但是这个录像动作是从一开始就有 一开始啊 已经我这个录像一直在持续的 这个端的手机 这个动作应该是很明显很明显的 那么作为一个生意人 他肯定是开了 据传是开了不止一家生意 而且不是开了一天两天 而且是一个老澳洲了 不是刚刚移民澳洲的 对澳洲的一些事情不了解 那么他应该有所警觉 就是说话哈 应该是注意自己的言辞 那么就是说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 因为这些录像嘛 以后都可能成为圣语 那么可是恰恰相反 嗯 这个奶茶店店主呢 口无遮拦 没有什么忌讳 没有什么回避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哈 他不怕曝光吗 这是一个 值得深思的问题 那么下面来看看这个采访哈 采访的第一个问题是说 这个新的奶爸问了说 事工是不是有工资 嗯中间其中还有一些细节哈 那么奶茶店店主的回答是 没有 第一个这个事工是不是没有工资 是 那么实际上回答没有 这个不是个问题 这个关键是你这个事工时间的长短 事工不给工资 这个是不是问题 关键是你这个事工时间不能长 太长了 或者说你试几个星期几个月 这样可能就会有问题 那么长时间事工是不可以的 事工不给钱是不可以的 那么奶茶店店主呢好像在这个 事配里试图说明哈 他店里的事工是一个小时 嗯那一个小时呢就 如果真的是一个小时那就很合理了 那么这个问题是挑补的毛病了 那么关键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是 如何证明确实是一个小时 而不是几周或者更长 那么这时候其他这个奶茶店里肯定雇的 雇佣的不是就是两个女生了 肯定还有其他人 那么其他打工人的正 打工的工人的正眼就是关键 如果确实是像他说的一个小时 那么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换句说这个问题也很容易搞清楚 并不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 只要去做进一步调查 去询试询问这个店里的这个 其他的员工当事人这个问题 应该是很容易搞清 那么如果搞清之后 事工时间不是一个小时 而是更长几周或者是上月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恐怕就很难收场 嗯但是呢从其他新报导看 是网上各种各样的传闻哈 新报导看好像是这个女生第一周的工资是负 那么这一点实际上是对这个奶茶店店主 是相当有利的 因为他第一周工资负了 就证明并不是事工时间没有工资 那么视频里他确实哈 说了好像是啊 事工没有工资 那么这个言论呢有可能可以理解 所以是金型言论 是当时争吵中的这些言论 那么这个问题恐怕呃 对他处罚就相对就会轻一些 那么采访的第二个问题是女生的工资 是不是10块钱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奶茶店店主的回答是呢 说是是给了肯定的回答 呃他提到的10块钱的薪水是不是真的 呃我只能回答是和不是 你只能回答是和不是 后面我们自然会有呃 很多的就是我们会聊到这个话题 嗯呃这个小姑娘呃到 事发当天为止确实是10块钱 是ok 那么从奶茶店店主回答这个问题来看哈 他心里应该是也明白这个问题 他是没法回避的 为什么呢 可能是店里的其他员工也都是10块钱 那么不只是那两个女生 其他的所有人可能都是10块钱 那么而且可能是现金支付 那么调查起来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 这样说他这个问题他可能恐怕很难否认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奶茶店店主应该是已经有了洗礼准备了 所以说比较痛快的回答说是确实只给了10块钱 应该心里也明白给10块钱这样做法是不对的 已经做好了破财免债的洗礼准备 那么第三个问题采访第三个问题是那位穿黑衣服的装修老板和他有没有关系 那么奶茶店店主的回答那是呢 说没有给了否定的回答是没有 打人那位真的跟您没有关系吗 因为当时门上有告示吗 说这个跟店没有关系 打人那位跟着店真的没有关系吗 他跟这个店没有关系 是 ok 这个在网上哈 视频 各种各样的视频 而且是留言来看哈 好像对这个关系 这个奶茶店的老板和这个黑衣装修老板的关系都有很多的评论 但是实际上呢 这里我们要弄清楚两个问题 第一 他这个关系哈 要具体化 具体是什么关系 我们想搞清楚的是什么关系 是朋友关系啊 还是一起有了计划 有预谋 要对这个女生动手的关系啊 两个人时间合计好了 还是合伙人关系啊 还是股东关系啊 还是一个只是店老板和食客的关系 那么这个奶茶店的店主呢 好像一直在试图说只是店老板和食客的关系 实际上 这个即使是朋友关系 好像也不是问题的关键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啥呢 是否要为这种关系承担责任 就是说 为什么要问这个 到底是具体是什么关系 如果你要是一起计划预谋好了 准备要对这个女生动手关系 那就麻烦了 那这个事情恐怕就是大麻烦了 那这个奶茶店店主他就有了大麻烦 那就不是破财免灾的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 那么他的坏说是只是其他的一些关系 朋友关系啊 股东关系即使是股东关系 即使是合伙人的关系 那么他的麻烦并不是很大 只是要破财发款 那么综上所述呢 这个奶茶店店主的麻烦主要是破财罚款 而且呢 这个奶茶店店主已经 心里肯定是有了准备了 说是准备认罚了 那么 为什么还要主动接受采访 目的是什么 他这个视频后半段主要说明啊 是被人算计了 您觉得您上了套了 就是这个意思是吗 有可能 我不肯定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 个人的感觉了 我不是说这是事实 或者怎么样的 我个人的感觉 很大的感觉就是 确实这是一个setup 是一个有引导性开示 那么你说的这个问题 好像也于事无补 并没有任何帮助 对方录像是公开录像 并没有隐瞒 没有隐藏起来 是当着大火的面 端着手机录像的 换句说就是即使算计 也是公开算计的 也是公开算计的 是所说的阳谋吧 不是阴谋 那么采访的重点呢 好像呢 前半段是做了道歉 但好像并不是为了道歉 而做的这个采访感觉哈 只是感觉个人的感觉 那么这个采访 接受新奶爸这个采访 对这个奶茶店店主有什么帮助呢 这是我一直没有想通的问题 希望大家提出你的观点 他为什么要接受这个采访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